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 老师们 同学们 晚上好 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我们南陵大举办的这次国学论坛 今天我们无上荣幸的邀请到了四川喇荣五名佛学院的大看部 国际著名的佛学理论家 活动家 翻译家 学问是武车学府的泰斗当今的玄奘 索达级刊部来为我们用佛法诠释当今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 生态文明 目前我们有目共睹国内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生态平衡的破坏已威胁到人类生成和发展 与此同时传统文化的长期缺失导致一种严重的社会病 建立和谐社会必须在全社会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条件下提倡正能量 弘扬优秀传统道德促进全社会成员人格的完善 为了建设我们的祖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更加充分大家的生态更加充实大家的生态理念 我们特邀请到了拉荣五名佛学院的大堪部来南陵大 以佛学的角度宣讲生态思想 实来非常难得的一次机缘 下面让我们共同用心来聆听珍贵的索达吉刊部精彩的演讲 有请 今天在南大阁一起跟老师学生一起学习 学习什么呢 佛学者生态思想 所以生态问题其实大家都应该值得关心 最近来到南京五脉很厉害 听说很多学校都是不能正常上课 出去也是戴口罩 但是我在想可能口罩也不一定能解决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有些生态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生态平衡的话可能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学者 还有同学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也要去关心 也许可能我们想这个生态问题不是我们个人所做的事情 这是全世界人类的责任 也是各个国家高层领导的一些方针有关系的 而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不一定是有相关的 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人如果这样想对我无关的话 这个世界是没有主人的 所以在座的有些年轻人应该是未来地球的主人 主宰者 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关心环保的问题 因为我们经常这样想到 现在实在是环境的污染非常严重 现在我们这样的燃无的空气已经超越大海 到美国 韩国 以及日本等其他国家 据说是他们国家的有些专家和有经验的 智力空气的这些人到中国来重新做智力环境的工作 但我想毕竟是靠外来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自己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保护自己的环境 而所有有势力的 有钱财的人 纷纷离开了自己的国土 前往到别的一些清净的美丽的国土 而自己的教育不去重视 然后有能力的这些子女全部送到别的一些高等学校 那这样的时候这种国家也好 这种领导也好 包括我们的每一个知识分子 学者 确实是以后自身带来的环境的无人是非常严重 这就是我们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 外在环境影响的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我们的人性环境 那么我们的人性环境 思想环境也许可能让我更加厉害 在这个问题上 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应该是需要值得反省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如今人们所存在的地球 确实也是很难以承受 各种人类的压力 因为我也经常看看一些 现在的新闻和消息 大概是04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地理杂志 在这里面说 现在我们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如果我们全世界的人们 要想得到像美国那样的生活水平 有三个地球的资源 还不能够 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地球 确实也是生病了 生病的原因 原因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的贪欲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个活的地球之数 有这么一个 好像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在他们那边有这么一个资料 在这个资料当中怎么讲的呢 现在我们全球的资源 可以说是人类 短短地从1970年到1995年 短短到25年当中所损失的资源 实际上是地球的整个三分之一 短短到25年当中损失的三分之一 那这样一来 我们想后面是怎么做的 还有我们现在的淡水 所有的淡水 每年都是越来越下降 短短的第25年当中 它下降的之数百分之五十 然后同样的 我们的森林 每年都是在损好 再减少 那减少呢 每年都是相当于 因果这么大的 每年都是这样的损失 那这样一来 我们的土地也好 森林 淡水 整个大的环境 受到这样的染污和破坏 这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都是应该知道 有一个资料当中说 我们现在地球上的这些人们 实际上不但是我们继承了前辈的这些地球 而且更重要的后代的 我们的子孙后代的这些地球的资源 我们现在就已经借用了 这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可怕的 现在有些国家 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 他所拥有的这些资源 尽量地去减少 尽量地去把握 保护 有这样的 可是如今 我们很多地方的城市的 观念是什么样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观念 只要我自己能用得上都可以 就这么一种观念 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 现在世间上所发生的 各种各样灾难的根本来源 实际上是跟我们的人性和行为有密切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可能以前我也关注过 有一个叫《征服二度》 就是台湾这边拍的一个纪录片 那么同学们有机会的话 看看应该是对环保 对我们的人性有利益的一些电影也好 电视也好 包括纪录片 应该看一看 《征服二度》 有些说《征服瑟斯阿度》 那么这个本来是台湾 主要讲台湾如今的一些状况 跟大家有一种启发 但这次我去了台湾 其实台湾的整个资源的好景也好 人们包括整个环境 并没有那么他这里所说的那样 比起大陆各个城市的一些资源和生态 比较起来的话 应该是比较不错的 还有一个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他应该是在07年吧 他通过很多科学的数据来不愿面对的真相 其实不愿面对的真相 也获得了很多美国喀斯卡为主的一些奖 后来他得到和平奖的也主要的具足之一 那么这个当中也是各个城市 包括现在我们上海也好 纽约也好 很多沿海一带的这些城市 将来面临着一些危险的 还有大家都应该可能看过吧 好莱坞的一个叫做后天 虽然它是一种刻画的好莱坞片子 但是他这里面给人们也有一个提醒 包括阿凡达等等 这些事情我作为一个 你们可能会想作为一些出家人 不好好念佛 研究这些有什么用 实际上不管是出家人也好 在家人也好 这个环境是我们所有人类的 不但是它是人类的 还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动物 它所具足的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权力 有责任 有义务要去了解 去观察 因为如果我们只看自己的一个很渺小的地方 而我们所具的整个大环境 每个人都放着抛弃的话 那到最后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样 大家都是应该可以非常清楚的 就这样一来 我们应该发现到什么呢 现在一定要关心我们的环境 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闻思气体 闻思效应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如果平均摄氏二度 温度上升到平均摄氏二度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北极的很多的冰层会融化 那冰层融化的时候 在冰层当中 多少万年已经曾经下来的这些细菌 全部释放出来了 释放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上不断地发生 所谓的火灾 还有地震 以及我们人类以窒息而死亡的人 是非常非常多的 然后南极的这些冰进行融化以后 我们的很多大海的平面会上升 当它上升到平均六米的时候 沿海一大的很多城市 包括茅莓等等 像这些城市会淹没 永远存在海地 那这些危险并不是由人来开始给大家威胁 而是我们人类应该从大的环境当中去要关心的事情 所以刚才我们也在说 所谓的北京也好 南京也好 还有很多城市虽然没有真实的报道 但实际上这也是很多公益革命带来的一种危害 有些资料当中也说 1952年的时候 在英国伦敦也是出现这种空气的染污 前后已经死了一万两千人左右 后来他们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 空气进行资料 从此以后 基本上是1965年以后 再也没有发生 像美国和其他东南亚 欧美国家 他们也是非常关心我们自己的土地 自己的资源 包括水也好 森林也好等等 那这样的话 现在很多人有什么样的想法 光是口头上说还是不行的 我们要去找一个它的根源 为什么是我们现在这几年以来 从前根本没有的这种发生呢 我们最主要的它的来源 一切都是因为钱 可以怎么讲 我们现在破坏这么多的这些大自然 是什么原因而造成的呢 就是说一切都是 来源都是钱 我们现在的很多大学也好 世间上生活的人 就很多价值观全部放在 一种金钱 财富在这个上面 除此之外 没有很多一些高尚的追求 这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当你真的到这样的时候 虽然可能会有一些钱财 但是你最后给大自然带来的 不一定是很乐观的 我以前看过一个世人 接触的世人 叫做慧特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 大地给我们人类给了一切物质的精华 但最后他从我们人类这里 回数的财物给他一切物质的垃圾 所以我们为什么是这样呢 这就是为了金钱而奋斗 因此在学校里也好 在任何时候 我们可能有时候要静下心来 很多人问我 人活着的是为什么 为了什么而活着的 许多人比较迷茫 但我经常跟他们说 人活着有几种方式 有一种就是为了利益其他的生命 他真正的活着的价值和利益 我要帮助社会上很多的人 或者其他的 还有一种 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 就是还有一种 可能连亲朋好友和父母都不一定能帮得上 就是帮助 只要自己不自杀 自己生存下来 就勇敢地活着 这也是需要一种勇气 在别的一些国家当中 比如说像泰国 前一段时间 我去泰国的一些学校 我跟他们问 你们这里有没有自杀的 他们说学校里面没有发生过 一直想不起来 那么这个可能是对我们自己的 生活的判断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所看到的一些信息 也许是对我们的生活 变成一种副作用 我们经常看到的 比如说在电影当中 遇到痛苦的时候 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些是开始去出家 去寺院 这种现象 那这个是也不合理的 因为实际上 出家人并不是在生活当中 遇到困难而去寺院的 我也是并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但我自己觉得 有些工作可能对我不大适合 我选择这一条路 还有这样的人千千万万 所以我们现在的有些媒体和音乐 导向也不合理的 还有一种在生活当中 遇到困难的时候开始自杀 这也是不合理的 这种教育 这种音频 对年轻人的作用 应该不是很好的 因此作为一些年轻人 应该在学校当中 我经常跟一些老师讲 特别希望有些老师 应该跟学生怎样做人 怎么样面对生活 面对压力 面对痛苦 在这个问题上面 可能花一定的功夫 比专业技术还更重要 很多学生来到这个学校 很单纯的 有一部分也自学地 开始学习各种知识 非常好 当你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 满载而归 可以说不管是任何技术 都已经掌握得了如之障 但有一部分可以说是空手而归 什么知识都是没有 学校确实可以说是脱降的业 家庭的束缚也没有 大学也不像高中和一些小学一样 很多老师和家长正正在盯着 当你没有任何自觉的时候 恐怕在这里有些不是读大学 混大学 在那里有许多的行为 在大学当中学了不好的知识 和不好的一些技术 最后来到这个社会上 来到世间上的时候 一生都是痛苦而熬过 这种现象在学校当中非常非常严重 尤其是我们现在更重要的 在学知识的过程当中 不能想到以后我怎样赚钱 我这样去更高的一种生活层次 这不是学知识的一个态度 我们在佛学院学知识的时候 的确也是在原来生活条件都很不好的 但是我们学的目的不是什么 我以后有没有什么工资 有没有什么钱财 没有怎么想 一直很努力的 虽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成功 也没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在学知识的时候的这种希求 要看书 要看多少本书 几百本书 这是学知识一个人的基本条件 而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怎样废情往事 现在我看很多大学生 我去了很多大学 我详细了解 有些大学生冬天就一直睡觉 基本上不去上课 那来到这里不是来上课 来睡觉 有些是在平时不好好学习 不好好上课 然后临时报佛教 然后就开始 在考试期间求求老师 求求同学 求求电脑 想各种办法来作弊 那这也是实 其实自己没有本事的话 那这样的行为确实很厉害的 确实很不乐观的 现在很多的 像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学校不是这样的 他们在学校里面 我去了一些学校 他们的有些学生 从来都是没有在学生内部有一些 尤其是比较成功的 像哈佛和哥伦比亚 华盛顿大学 他们在内部没有什么不好的现象 进行比赛 我们现在这里有个别的一些学校里面的学生 整天都是比他的金钱 我家里有什么什么的 有没有人名车来接送啊 他穿的是不是名牌的衣服啊 那今天就是换一个名牌 明天换一个名牌 那这个学生很成功 其实这样的话 学习不一定很有利的 我遇到一个哈佛的学生 我问了你到了这里多少年 他说是七年了 我说你买了多少衣服 他说我家里来的时候有几件衣服 从来没有在这里买衣服 我没有在这里买衣服 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学校里面没有什么比赛 在钱财方面 我去看了一下他们在学习的这些精神 晚上也看书 看书 一直看书 包括白天在吃饭的时候 一边吃一边看书 好多吃饭的地方 全是这样的 我们这里很多大学不是这样的 不要说吃饭的时候 上课的时候睡觉 上课的时候就开始 没有什么精神 学知识对老师也是有一种 非常冷漠的态度 在这样的场合当中 可能老师也是不一定愿意 要给你讲一些相关的知识 如果你提起了一些钱财 怎么样赚钱 那这个时候眼睛也越来越大了 然后我什么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钱财当中滚动 那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其实这是不一定很快乐的 以前古希腊有一个神话故事 虽然它是一种神话 但我经常也是思维这个故事 有一个人他特别特别贪钱 当他欠到什么呢 他最后想说 我的一切都是如果我接触到钱的话 接触到任何东西 变成钱是多么好 后来据说有一个旧神 在旧神面前祈求 我能不能电视成金的这种技术碰到就马上结束 后来确实是给他赐给这样的成就 然后他就如愿一场了 非常放心 他接触到什么东西都变成金 后来有点麻烦也来了 他吃饭的时候 他碰到食物的时候就变成金子了 然后吞不下去了 有一次他就碰到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又变成了一个金子的雕塑像了 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可能没有什么意义 全是金子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 也没有什么快乐 然后他又再次去救生 你能不能把回数 原来的这种技术 后来他也是照样给他这个技术 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所谓的一切都是 在黄金的世界当中 也并不是快乐的 是也是 现在我们有些富贵的人 有些富贵的人确实也是 即生当中也好 乃世的好几代当中 他的意识不出 但他有没有快乐呢 基本上都是没有快乐 我经常看到一些最高层次的人 最高级的一些车也好 在宾馆当中也好 他们经常有很多的叹息 有很多的一些伤心的语言 就没有笑声 没有笑容的 因此人们真的有一些希望全部放在钱财上的时候 也许可能只有钱 没有其他的 他的这种心情也许是 越来越孤独 冷漠以及绝望 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同学 应该在价值观上面要想一想 实际上真正的钱财 对我们带来什么 但我们不如还是应该现在去苦行 去学习 学习我觉得人生当中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应该最快乐的事情 也许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到社会上 成立家庭以后 就回过头来 想一想学生时代 学生时代是多么美好的 多么有意义的 当你无忧无虑地学习这样的生活 应该说在人生当中是最辉煌的 可能很多同学一直等着 等着毕业 毕业之后 好像以前很多人都向往毕业 但现在很多人也没有 毕业以后自己也知道自己的前途不妙 很多压力也在等着自己 家庭的压力 工作的压力 就业的压力 还要面对很多很多世间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 尤其我经常也在讲 现在很多学生 在学校里面没有学会人际关系 对上师不会尊敬 同时不会和睦相处 对下面的人不会用慈悲来爱护 在这个时候 在学校里面 你好像是觉得同学都是很单纯的 大家关心也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你到社会上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有些学生在读书的时候 有些人的性格比较顾皮 经常跟情势里面的人看不惯 听不惯 旁边的人放一个音乐也是看不惯 这个人打电话也是看不惯 有些人每天晚上也不好好睡觉 影响大家 所以人在不同的范围当中 有不同的烦恼和毛病随时出现 但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要学会有些人际关系 这个很重要的 再加上我们要学会什么呢 学会将来要看得远一点 站得高一点 不要眼前的一些因头效力而失去很多的事情 以前在庄子当中有一个叫赵山牧师 大家都知道 他是有一个养猴子 他每天养猴子的时候 有七颗果子给 这个时候上午给三个 下午给四个 后来后群都不高兴 特别不高兴 大法内听 然后他就换过来 只有没办法 他换一个口气 只有上午给四个 下午给三个 然后后子们都乐坏了 那么我们人应该是很多事情要想得可能远一点 最好是今生也要想 来世也要想 自己也要想 他人也要想 而存活的主要目的不是为我中心 如果任何一个人以利他为主 以这样的一种心情来作色的话 那确实这个人是有作为的 从他的心方面 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这方面我今天要讲的 我们如何来这种欲望 这种我们的人际关系很好的处理呢 我并不是让你们推荐 一定要学佛 但是在佛教的生态观也好 佛教的文化当中的话 的确也是会有一种心获得快乐 获得平衡的很多很多的教言 比如说佛教当中讲的知诸少语 也许可能知诸少语 我们这里听说有一些学生 学经济学的 就可能有一些矛盾 因为经济学当中就会讲有限的资源 来满足无限的想法 或者思想和愿望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传说而已 我今天还是这么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讲了 我们地球都是有限的 而且我们整个资源确实也是有限的 如果真的能填满我们的欲望 不要说是所有的人 连一百个人的欲望恐怕是不行的 一个人地球上所有的财产也许也不一定满足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些人要求越来越高 原来在农村里面在县城当中有一栋房子就非常高兴 他搬到县城里面的时候不行 一定要在室区 但有了室区还是不行 在中心 最好是在室中心 因为室中心有一栋房子还不行 最好是在别的地方 有一个别墅很好 在别里确实有一栋别墅不行 可能还是在加拿大 还是在英国 在哪里各有别墅 我看到有些西方人 他们光有一个人 他一个人占有大概十几栋房子 十几栋别墅 但里面没有人坐 全是空的 他们都经常称为叫做魔宫 魔鬼就是住的宫 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人住 但是有个别的老人 他还是一直占有 这个别墅是我的 那个别墅是我的 这个也是我的 然后他还有 我在柳叶也有这个别墅 在加拿大也有 在其他地方也有 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要想一想 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需要资源 需要存活 但是也不能过多的贪欲 我们拥有的这些资源 部分能不能给我们 我们世界上还有其他人们和众生 比如说 我们现在世界上连饮食都不能保住的 世界上有八点四个亿的人 饥饿当中 那这样的话整个人类的百分之十二 每天都是处于饥饿当中 我们现在世界上有很多 包括儿童的话 有四百三十万没有任何的依靠 这次我去泰国和柬埔寨 一些难民的地方 居住难民 这些难民的确没有固定的身份 没有意识 非常非常可怜 看到以后 其实人在全球上 有些人富贵的胎 没办法 所有的都在浪费当中 而有些人太贫穷了 念自己的一天三顿饭 没办法 整天都是一种饥饿当中 你们也许可能去过 也许在其他的资料当中也看过 非洲的这些孩子 非洲的整个沙漠上 我认识的有一个新闻记者 他们经常到那里去 每一次去一趟以后 对人生的改变非常大 我们现在很多人好像觉得 我这个没有 我那个没有 每天都是一种痛苦当中 但你到了非洲 到了一些难民去悦的时候 才知道我们其实是拥有一切的人 我们应该是 如果用财富方面来讲 很快乐的人 但是自己也不知道 那这样的观念 其实在佛教当中应该说是非常明显的 佛教当中 我刚才讲了 知诸少月 佛陀在要接近涅槃的时候 讲到有个叫做《仪教经》 那《仪教经》里面怎么讲呢 就是说贪欲很重的人 贪欲很重的人 他有很多很多的求利 有很多求的利益 求的利益越多的话 他的痛苦和烦恼是越多的 这个是很重要 也许你们的经济学有点低处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说人不需要生存 并没有这么讲 他生存的这种资源是需要的 但是过多的占用 和过多的浪费佛教完全是排斥的 佛陀在其他有一个叫做《天人亲吻经》 《天人亲吻经》里面怎么讲的呢 他说是少于罪安乐 知诸大富贵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这种大的欲望 这是一种很快乐的人 如果我们有一部分财富 自己能满足的话 那么这就是富贵者 我们现在富贵的人的这种界限 很多人都搞不明白 你们都知道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万元 一万元如果一个家庭有的话 那我们那里就叫做一万富翁 现在是一亿富翁 在这个大概是三十多年的历史当中 再过二十年可能一百亿富翁 可能会挑达这样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想一想 他最求的目标 人类类不类 应该说是 我们如果自己没有一种界限 没有一种心灵的一种控制的把握度的话 可能活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满足不了 当你真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你奄奄一息的时候 也许可能认识到 但是这个认识到也没有用 因为人生都是几十年的时候 在几十年的时候你怎么样追 如果跟着你的欲望追的话 你肯定是追不追 没办法的 最累的就是会喘息 就会倒下去的 如果你没有过多的一种欲望 那我们佛教是不是讲的 什么追求和什么竞争都不要呢 不是 佛教也讲 你合理的这种追求 合理的竞争 合理的经商 合理的学问都需要的 你们多看看一些佛教当中的所谓的阿罕经 皮拉业经 以及三圣经等不同的经典 这些不同的经典当中 人们的生活要求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所以我想我们有些人看着佛教的生态观也好 佛教的基本思想的时候 好像认为佛教是一种在寺院里面 拜拜佛 少少像 磕磕托 这就是佛教 真正的佛教的教义并没有了解 其实佛教的个别的一些行为 实际上只是一种行为 就像我们大学里面做一些提操 或者是做一些课外的活动的话 这不是大学的主要教程的内容 应该大学的最主要教课的内容 就是老师每天都给你讲的知识 就是大学 所学的目的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佛学里面所讲的 其实佛教的思想很重要的 佛教的思想是什么呢 慈悲观 我刚才讲的 不要过多贪婪的稍益之处 还有我们欺负 现在各个国家也在讲 不要嚣张浪费 不要过多的浪费 其实这是两千五百多年前 佛教已经讲得很清楚的 佛教徒在这个问题上面 应该是很明确的一种示范者 你们知道汉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银光大色 银光大色 银光大色他每年三十年来 三十年来他所有的这些衣服也好 吃得也好 非常非常的注意 不浪费 他早上喝稀饭的时候 喝完了以后他害怕碗上面还有一颗蜜 然后他用色头来开始填 填完了以后用水来再洗再喝 三十年以来一直是这样的 我经常想其实银光大色的有些行为 跟我们藏地的风俗习惯也比较相同 藏地是什么样呢 就是不管是藏地一般吃的藏把 还有米饭 吃完了以后用色头来填 别人看起来可能不习惯 怎么用色头来填碗呢 也不是狗 怎么会这样呢 但实际上这也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因为如果在你碗里面万一留一颗米 一颗米也是历历皆辛苦 大家都知道这也是农民 千辛万苦而带来的 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衣服稍微穿着穿着 然后就认了 一个人有好几百件衣服 好几千件衣服 这就是有些学者认为是罪人 因为他占有的资源太多了 现在可能稍微好一点 以前很多高层次的领导也好 有些企业家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可能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都没有吃 全部都是放在残酌上就开始扔掉 我们这么多人每天都是这样下去的话 那这种浪费是什么样的 去年有一个统计当中讲 现在中国一年已经能计算出来的浪费 一年都是有两千个亿人民币 那么如果这个能人们食用的话 有两亿人可以在一年当中吃 两个亿的人在一年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藏座上 我以前看过有一些人吃完饭以后 有些鱼 什么兔子肉 很多都是根本没有动 上面一点都没有动 全部都扔出去 倒出去 我们旁边的一个人也觉得心很烫 但是也没有用 现在人们的政治生活 好像觉得你跟朋友聚会的时候 如果三菜一汤 吃得少一点 太没有面子了 但西方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一个人剩下来很多都浪费的话 这个人没有水平 太没有面子 就这样认为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一些细腹观 这叫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要学会一些从自身开始做 如果我们没有自身开始做 光是老师也在课堂上讲 学生也是在随便讲得天花缭乱 但实际上也起不到作用的 一定要颠颠地地 每一个人他所涉及到的 你在生活上也好 行为上也好 应该颠颠地地做起的话 其实社会的呼吁到一定的时候 它这样的信息可以传递 最后我们的有些价值观可以改变 有些是不能改变 但有些改变了一部分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三百人 我们三百人吃一顿饭当中 就是这个节约下来 那三百个人他的这个节约多少呢 那应该说是有相当多的 那如果这个全部整合 全部集聚起来 我们去帮助一个三百多人贫困的孩子的话 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多么的这种温暖啊 我前一段时间在国外去了一些古儿园 真的有时候是觉得我们这个地球的两边 有些人浪费得太多了 有些人太饿了 饿得已经不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人认为自己是很聪明的 但实际上我们的教育也好 我们很多人的这种利他心现在是不够的 虽然佛教当中有特别好的一些利他心 但这种利他心真正落实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也有一定的困难 我特别希望我们很多人要落实于这个行动 以前我看过一个教授 他在一个学校里面演讲 他要演讲之前你还有十分钟的时候 学生开始纷纷地进场 纷纷地进场刚好这个路上又扔了一个香蕉皮 然后每一个学生就开始一边踩一边骂 说是这个主办方怎么没有道德 没有环境仪式 每一个人都一直骂着 然后过一会儿教授来了 教授来了也是教授也是开始骂他 说是你这个香蕉皮为什么不早一点去垃圾桶睡觉啊 你为什么是在这里啊 他大声地开始骂 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有点不高兴 对教授说 教授啊你应该该你讲的课你讲吧 你不应该跟香蕉皮说你怎么样骂 也是他不会进到垃圾桶里去的 那教授说对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这个 不仅仅是我开始骂 你们也在骂 然后他整个前面这些 每个人骂他的这个过程呢 就是在上面就是给他开始放 然后呢就实际上就每一个人都是在制止 都在说 口头上说 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去落实 每一个人在从自身开始 从自己的小的行为开始 比如说餐桌上不浪费 我们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去 我们这里以后很多人变成企业家 很多人变成老师 很多人变成非常有势力的人 那个时候每天都是想着这个资源自己占有 自己开始贪污 自己开始用自己用 最多是我和我的孩子跟我的亲友 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这样 除了我的亲友以外再没有想到 跟我无相关的再怎么样可怜 就根本不会想 根本不会想我的那时候我再下去 这样不会想的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腐败 也是一个心里需要清除的一种垃圾 这种垃圾比环境染污更加严重 我们现在看见外面有很多的雾霾 开车也是很困难的 但实际上我们内心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 自私自利和自我占用的这样的雾霾 那它蔓延到你的子孙后代 你相关的一切人将来的整个从内心发出来的染污 这种染污更加严重 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真的有一种慈悲的观念 用一种和平的观念 利他的观念 这个是清除垃圾的最好的一种方法 希望我们在座的人 如果你觉得所谓的佛教很遥远 但是佛教所讲到的这些慈悲 你也去想一想 以前有一个人她在不同的场合当中说佛不好 就是说佛陀的这种坏话 后来有一个农村的妇女跟她这样说过 你说佛不好的话也可以 但是我没有很多的知识 我是一个农村妇女 但我自从学佛以后 我的心里有很大的改变 我有慈悲心 我有平等心 我有快乐 那这些快乐我在有生之念当中 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值得 有价值的 当我死的时候对我没有任何损失 难道你有损失呢 如果你口口声声说一切都是没有的 当你死的时候你真的发现有佛 有天堂 有地狱的话 那难道你没有损失吗 他一句话对方的学者就哑口无语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也想到 我刚才也讲了佛学学不学你就没有 我在这里也没有讲 但是佛教当中的有些思想 在当今这个社会当中有没有必要 希望大家应该去生死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利他心 一直围绕自己而奔波而努力的话 那这个环境变成了什么样 我们整个人类变成什么样的一种直升高的动物呢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思考 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对生态的问题也需要思考 不仅仅是我们要思考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 还有从身边做起的话 需要很多做的事情 那看我们到底做成什么样呢 就是看各位的发心和能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